今天我们这个虽然是个聊天节目 但这里有大量的技术的图片 我们会在这个视频版本给大家都贴出来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个科普的一个视频 就是让这些小朋友或者哪怕你是个汽车销售人员 你听完之后我都相信你特斯拉会好多卖几辆 其实很多人买特斯拉根本就没有刷卡去买这个FSD对吧 就是像FSD占的比重可能不超过10% 肯定不超过 我还专门问过特斯拉内部的人 就跟我挺好朋友的都说 他们这个是最机密的信息不可以说 那就证明买的不好吗 表现不好才不好意思说的 表现不好才会当机密 每周流三个科技热点 我是小燕妮 我是大卫 我是电斗爱马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 特斯拉FSD为什么牛 其实这个话题来自我们上级节目观众留言 他就说大卫有时间聊聊FSD为什么牛 要不就下期聊聊吧 然后我看大卫你既然都被点了 我们就必须安排起来 对按理说大卫你自己的公司就是做自动驾驶的 而且和特斯拉走的都是完全不同的路线 我想听一下今天你准备怎么去吹一下这个友商 这个公司确实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会从头到尾给大家讲一遍 就是说我不是从吹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咱们从底层技术 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 把它给大家讲明白 好吧 那我可以开始我的表演了吗 请问 来吧 开始你的表演 来吧 请说出我的梦想 我开始我的表演了 好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个FSD和自动驾驶是就等于自动驾驶 实际上不是的 就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SAE的自动驾驶分级本身 无论从L0还是到L5 所以FSD本质上它的定义是一个比L2还要高那么一点点的 而且在英语的term当中 这个full self-driving它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技术类语言 如果按照分级的严谨的要求 应该叫做level级的automation 就是第几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 然后每一个能力都有很多的那些打勾的地方 但是特斯拉它搞笑的点在于 它不走寻常路 它说就好像我不跟你去靠拢 因为我跟你去靠拢 就容易掉到你分级的陷阱里 我L2打了很多勾 L3的功能有一些勾 L4的功能又有一些勾 所以你说我是L几 对吧 我上到L4下到L2 你自己去体会吧 所以就跟VMO这些公司真正做运营服务的 它就是按照L4的标准来做的 它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是首先大家要明白 那其次就是说 很多人都觉得自动驾驶L2和L4 它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liability 我们叫做责任上 其实特斯拉它从来不为车主承担自动驾驶的责任 这个我相信二位你也知道 就是说L2的责任是在谁啊 驾驶员对不对 L4的责任才是在主机场 或者说这个技术的生产公司 所以这里面体现出来就是L2的技术 它是坐在方向盘后面的 而L4的技术它其实是坐在后排的 就是这个坐的位置不同 也是能体现出它的就是责任不同 级别和责任的不同 对 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就是特斯拉是使用纯视觉的技术的 这个也是它不走寻常路的主要的点 我也会用三个阶段来给大家讲 那么我先对比一下 特斯拉的方案就是纯视觉 那么VMO或者说百度 或者其他所有做L4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基于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 就是所谓的一个三明治的方案 就上面有一个传感器 这一大坨传感器 一个大帽子 然后下面呢 就是有提前测好的这个地图 所以实际上地图也参与到了很大的感知当中 但是这个方案就会导致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我也是要说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L4的方案 像VMO啊百度啊 这些方案它可以用的很贵呢 是因为这个商业模式叫做Mobility as a Service 就是出行服务作为一种产品 所以它其实不是卖车的公司 它是卖服务的公司 那既然是卖服务 我就要保障每一单的服务质量是OK的 没有任何乘客 因为我技术上的不足而受伤 甚至是没有乘客 因为我技术上的不足而导致效率的不行 对吧 所以这个Mass的服务 就是要提升它的产品体验 然后技术的勇余度 然后它的鲁棒性等等 所以就导致它的成本是指数上涨的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 作为一个卖车的公司 它把这个车卖出去就行了 其实很多人买特斯拉 根本就没有刷卡去买这个FSD 对吧 就是实际上FSD占的比重 我忘了是多少 可能不超过百分之十 肯定不超过 反正我还专门问过特斯拉内部的人 就跟我挺好朋友的都说 他们这个是最机密的信息不可以说 那就证明买的不好 表现不好才不好意思说 表现不好才会当机密 对我们之前节目也说了 就不推荐大家现在在这个节点 在中国买FSD 毕竟你的EAP价格是32000 你的这些功能还是有些增加的 但是FSD现在卖64000 但其实你真正能用的功能 是和这个EAP差不多的 所以就目前 就是反正从消费者端的话 我们不推荐买 但是咱们不耽误我们聊FSD 到底技术方面有哪些厉害 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FSD特别适合美国 稍等稍安勿躁 对 现在那个FSD beta 已经就在美国广泛推了 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这些司机的信用 就是安全的信用等级去给你推 我记得已经从上个期报来说 它已经推了有6万多人在使用这个FSD beta了 OK 无论哪种方案 我们都是在技术上解决三个比较浅显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周围都有谁 举这个例子呢 就好像把我一岁半的儿子丢到了野生动物园 他什么动物都不认识 我什么动物都需要跟他解释 这就是因为他对这个陌生的环境没有认知 也就是说 如果换到这个自动驾驶当中 就是一辆车 他对周围的障碍物 他怎么知道周围什么是大车 什么是小车 什么是交通灯 什么是车道线 什么时候是stop sign 这个这个停止标志 对吧 什么东西是斑马线 这需要大量的数据 灌到他的大的神经网络当中去做训练 然后呢 在车上的芯片在做部署 大家先浅显的这么理解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是如何被统一的 就因为特斯拉他没有高精地图 那在没有高精地图的时候 这个路面的维度 障碍物离我有多远 是很难判断的 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在路上 可以判断出他的前后左右的位置信息 是因为我们熟悉这个环境 所以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当把大家戴上潜水眼镜 丢到海里去潜水的时候 因为我们对海是陌生的 你可能看到一个海带 很大很大 但你不知道他距离你多远 你可能看到一个珊瑚 而且因为视觉在海底被放大了 你很难估算出这个距离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懵了 你就不知道周围到底离你有多远 然后你往下看幽兰的海的一个深渊 你也不知道它有多深 这就是空间没有被统一起来 还有就是你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硬的还是软的 对 很多时候有出意外 不就是一个垃圾带飘下来 从天上飘下来 然后他就急刹车 但其实它是一个软的东西 我们人的眼睛就很容易判断出来了 对 那第三个点就是时间维度 就好像说我看到一个交通牌 结果过了段时间我忘了 就我是鱼脑子 对吧 或者说前面明明有一个红绿灯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车 在你前面开过去把红绿灯挡住了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鱼脑子的我 就说怎么又多了个红绿灯 就好像早年周星驰那个电影 一个刀把 一个刀柄 他刚把那个飞刀扔出去 他给忘了 就是你怎么多了个刀柄 就是车也会这样的 所以你想当一个车 在没有高经济图提示的情况下 他刚经历了一个比如说提示牌 让你前面要stop 你走多远 你会把这个stop记住 然后不把它忘掉 这涉及到很大的 就是时间维度上的统一 然而总之 这三个问题 无论是Vemo 还是特斯拉 还是若干自动驾驶公司 都要解决 就是我周围有什么空间是如何统一的 然后时间是如何统一的 那么我们就跳到他 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世界当中吧 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个 跟别的公司非常不同的一个产品 就首先神经网络 这里我不再给大家做赘述 神经网络是个什么东西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他有若干个 若干个卷积层 有40层 然后你丢进去一个图片 出现一个图片的分割 就是他告诉你图片的边界是什么 或者告诉你图片的属性是什么 他能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我们周围的环境 有太多太多的障碍物了 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识别 像我刚才讲的 无论是障碍物 大车小车行人 两轮车三轮车 还有交通灯交通牌 还有路面的车道线 路面的这个斑马线 如果每一个障碍物 我都给他配一个专属的 识别他的神经网络 那他对算力的要求会过高 就太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特斯拉就推出了一个 其实也是在业内不止特斯拉用 很多人都用 就是一个大神经网络模型当中 我们把这个大的神经网络几十层 把它分为前中后三段 就是它有主干网络 有这个neck就是瓶颈的 脖子这段的网络 还有这个头 这个头就是最后的那个 这个就是告诉你 它不同的物体是什么的 一个归类器吧 那么特斯拉这个大神经网络 叫什么呢 叫Hydra 我不知道阿伯知道 Hydra是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啥 九头怪物 为什么叫九头怪物呢 实际上就是取了这个谐音 因为特斯拉这个HydraNet 有特别多的头 就每一个头是输出一个结果的 但是它用了主干网络是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的好处就是 无论你识别的是任何的障碍物 从行人到斑马线 到车道线 到交通灯 大部分网络的主干都是统一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有50个小神经网络 这50个小神经网络的主干部分都统一了 只是在最后那点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这个就省了很多算力 这个是一次就是他的飞跃 也是他的AI老大 这个叫Andre Carparsi 是一个矿式奇才吧 然后也是这个人工智能大牛 李飞飞的学生 所以他提出来的 所以当大家在看这个YouTube 或很多国内的博主 在放出来这些工程图的时候 大家会看 这个为什么每一个物体上 都带着一个数字 就是你 我相信艾玛你也看过 就是有些人 他把这个FSD破解了 他会上面有各种标签 这每一个标签代表着 每一种物体的属性 然后每一个这个数字 可能代表两种意思 一个是这个物体的ID信息 就是他到底是编号多少 可能因为你前面 如果有10个障碍物 你给这10个障碍物 不同的编号 它是不会乱的 就好像一个美女 从我前面走过去 然后我回头一看 后面有10个美女 哎呀刚才那个妹子到底是谁呢 有点摸不着 所以要给他编个号 就是那1号妹子 从我前面掠过了 然后他一直是1号 然后到我后面 他也是1号 所以我回头一看 原来白裙子那个是1号 所以这样就不会错 第二个数字 就是所谓的自信度 就是confidence 就是我有多大的把握 判断前面这个东西 是一个美女 可信度 所以这个可信度 是给了 就是不同的公司 在调这个模型的时候 给了不同的一个参数 就是可能有些人认为 他90%以上好看 他就是个美女 帮当给他归为美女了 有些人是85%以上好看 这个归为美女 但是到底这个百分之几十几十是 是怎么设置的呢 就是通过大量的数据 大量数据灌进去 就比如说我教我儿子乔治 让他认识这是个红苹果 我可能要拿一个卡片 教他很多次 这是红苹果 所以他下次看到红苹果 他就会说啊 这可能是个红苹果 但是人他的认知和机器的不一样的点在于 人的认知 一两次就是要非监督学习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非监督学习 比如说 我现在给一个两岁的小孩 他问我什么是大象啊 我会说呀 他长得好大 有四个脚 前面有个长长的鼻子 有两个大耳朵 这叫非监督学习 就是在我没有给他看到大象的图片的情况下 单纯靠我抽象的去描述 他差不多到动物园能知道那是个大象 但是机器呢 他叫监督学习 就是我给他把大象从屁股到头 给了一百张照片 各种角度的 就是不停的给他做强化训练 就是大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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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给了一个猪给他 他可能觉得 哎呀85%像大象 但是我取了一个90%才能叫大象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猪的图片就被拍除掉了 所以我这么讲 应该是讲得很浅显了 就是二位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对 关于大卫刚才提到的那个Android Capacity 我其实找过他之前的一个讲 就是HydroNet 就是刚才大卫也提到的 就是他的神经网络特斯拉的一个演讲 我们到时候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评论区置顶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我们各个平台看视频 听音频的时候没有看到评论区置顶 这是因为有些这个平台会有限制 就是无论是自数限制 还是外链的限制 所以大家可以就自行去其他平台 找一找这个评论区置顶 反正至少是在小破绽 主要就是小破绽的话 你肯定是能找到我们这个评论区置顶的 然后大卫我有一个问题 就会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尖锐一些 我最近也看到马斯克他上TED的一个演讲 就是那个主持人就问马斯克 然后他提到了就是说关于我们之前不是老说特斯拉 马斯克他老吹牛 就是老画大饼 但是他有些饼其实是画的真正实现了 就比如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预测特斯拉会在2020年交付会达到50万 2014年时候他也就大概交六七万辆车的这时候 然后他真的去实现了 但是同样他有一些饼他就没有实现 而且相差还比较大 他当时就是也在五年前预测 就是说特斯拉会在2020年的时候 会成功实现就是没有人工干预的这种 就FST从洛杉矶开到纽约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实际情况还是要差别很大的 别说从洛杉矶开到纽约了 就是可能就开到内华达 可能都不一定能开到 对吧 包括他现在其实FST Beta版本已经放到一些这些 这个车主上去测试了嘛 其实还是会出现一些 无论是撞雪糕桶也好 还是出现这些bug 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 他的技术比较牛逼嘛 但是你怎么看 就说他现在其实还是有挺多问题的 我这里也补充一个 就是说国外现在都有人在说 感觉这个FST要做到 马斯克承诺的那个时间 可能比人上火星的时间还要久 怎么说呢 从业内角度来说 我觉得他已经算是速度很快的了 就是实际上这个Flag当年利益 不是说他们公司利益 对吧 百度也利益 16年我们还觉得2020年商业化元年呢 今年都2022年了 所以实际上大家都在往后不断的 不断的在在推 而且任何技术都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曲线 就是刚开始是高歌猛进 到了一个乐观的巅峰 然后慢慢就会到一个失望的低谷 然后再回归到一个 就是说正常的平台期 所以其实特斯拉现在已经回归到了这个正常的平台期了 那么这个正常的平台期实际上跟 其实这个网络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Hydra也好 后面我要介绍的 都是在2020年中期它搭建起来的 所以它其实现在是在不断的收割它技术的这个果实了 包括Vemo也是等等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些公司会吹这个牛 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 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就这个时代 大家经历过互联网1.0 2.0的造富之后 大家就是认为三年就能上市 就能创造巨额的财富 比如说像拼多多 比如说像游戏公司等等 但是作为一个硬核的非常扎实的技术来说 实际上我们是要奔着10年以上去做的 或者少说要五六年 而不是说短期内就能造富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要把大家从当年互联网的那一波造富的那个热情当中 再拉回现实 就包括火箭技术也是 对不对 还有我们后面可能要讲到的液晶屏柔性屏等等技术 都不是一个短期之内就完全能从理论到工程化 工程化到产品化 产品化还得市场化 你想哪有这么快 所以但是扎实和不扎实的公司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对 那大卫你怎么看 就是像比如说我们都说特斯拉是纯视觉路线 然后包括他从去年开始已经陆续的 就是把他的那些雷达的数据都已经就关闭都不用了 甚至就别说机关雷达了 他包括什么好美国雷达的那些数据都关闭不用了 那你觉得特斯拉这波操作靠谱吗 非常靠谱 且听我讲第二段 好了 刚才讲了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认识周围的障碍物 那么还是不够的 因为神经网络就是通过摄像头识别的神经网络 实际上他有个局限性 就是他看到的是二维的世界 二维的世界投影到三维的世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坐标转换过程 然后呢 这么多摄像头在一起再进行坐标转换 实际上就会造成一些 就是说多摄像头拼接时候的几遍也好啊 然后等等问题吧 所以这个时候早期的摄像头到三维的投影这个技术就被淘汰了 实际上那个技术很多公司现在还在用 那么特斯拉就引入了他第二次的一个我们 我自己觉得是人工智能当中一个革新 就是做了一个Bird's Eye View的鸟看图 什么叫Bird's Eye View呢 我们看周围的世界是应该是我们人站在了这个世界当中看到的周围 实际上从上帝视角把我们每个人拍扁了 我们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小点 周围的车就是一个方块 所以每一个人车和人等等都是先天带有一个位置关系的 但是这个位置关系的吊诡的地方就在于 如果我把不同方向的摄像头都识别出来之后 再拼接在一个上帝视角的状态下 他就会不准 所以这里面 Angie Carpaccio就把这个Bird's Eye View简称BEV 他做成了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矩阵的层 装到了神经网络的中段 就装到了神经网络的中间 然后让他在神经网络识别之前或者识别的过程中 就自动把这个位置信息直接打标签打进去了 其实这个原理啊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大家很多人画画的时候画过素描 就早期我们这个摄像头二维的是怎么跟三维挂钩的呢 画素描的时候首先会找一个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它发散出来 就比如说一个方块它发散出来 我一定是能画出立体的效果的 这个Emma你应该马上就能挠补出那个画面 就是你画素描的时候 它是怎么做二维和三维之间投影的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很多个相机来说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为不同的相机要放在车身的不同的位置 然后有不同的焦段 有的是广角的 有的是语言的 有的是长焦的 那这么多相机头放在一起 还要把一个障碍物精准的 就是我们组合到一起 实际上就很难 还有很多的这种corner case 有极端case是无法处理的 比如说我一个特斯拉的车 model 3就这么小 我周围有一个大货车 长20米 等于说我从车头到车身到车尾 都能看到这个车不同的段 那我怎么把它拼到一起呢 那我拼到一起 这个车是不是真的是20米长 在我右边的一个障碍物呢 可能就不是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Angry Carpasty就引入了这个BEV layer 加入到神经网络当中 这大家可以理解为 第一次把空间维度 直接丢到了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当中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创新 比如说用了当年自然语义提取当中的 这个Transformer 这个Transformer本来是给 是给语音做这个 就是说feature matching的 或者feature的提取的 结果用到了这个图像上面 这也是当时它的一个创新点 然后呢在这个BEV layer产生之后 哇 所有的摄像头的拼接 就空间上就统一了 而且不用做后融合了 它在前端直接把每个摄像头的参数 就直接统一好了 所以这是它第二次革命 所以这个革命 直接导致了 它不需要依赖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 给它提供更加准确的XYZ 就是三维世界的向量信息了 它用视觉摄像头 就可以把周围的向量信息 准确的就已经扣出来了 这个才是核心的点 这也是很多人没有明白 为什么特斯拉它有勇气取消毫米波雷达 而且它不用激光雷达 就是因为激光雷达 实际上为什么要用多双感器融合 多双感器融合 就是利用不同双感器的优点 激光雷达的优点在于 它可以准确的判断 周围障碍物的位置信息 和它的三维信息 毫米波雷达的优点在于 它可以判断周围障碍物的速度信息 而且是移动体是比较感冒的 那这些在这个BEV layer当中 都得到了解决 都变成了实量化信息了 所以这个才是它第二次 我觉得第二次的这个技术革命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第三次的技术革命 也是我自己觉得最惊为天人的 就是它如何取消了高精地图 就是二位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一个主题公园 到深圳的欢乐谷或者迪士尼 你刚开始看到一个摩天轮啊等等等等 你会说哇 这个好酷啊 找不到北了 就是一个游乐园很大 然后你转着转着转着 你自己就能定位出来 这个是过山车 那个是摩天轮 因为我们人在做定位的时候 是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 而且人是有自我定位能力的 就是我不断的学习 它跟我的方位 我差不多能摸索出来 我周围的环境到底有多宽 到底有多长 然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但是对于托斯拉来说 它没有这个高精地图怎么办呢 所以它需要引入一个空间的概念 这个空间的概念 就是我把这个车身的传感器 比如说这个组合导航 它的速度和加速度信息 也一起丢到了这个神经网络当中 所以让这个车 它知道它前后真的匹配关系 这个时候这个车走过一段路 它就知道刚才那些路 无论是在空间上 还是时间上 它能串到一起 所以它能串出刚才的路的整个的地貌 周围的地貌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创新 没有这件事情 它还是需要高精地图的 但是有了这个空间 时序上的这个叠加 它就可以不用高精地图 直接把周围的环境 给它堆叠出来了 而且你们在YouTube上 看那些国外的车主 在做测试的时候 会发现这些车道线 经常抖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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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过去之后就不抖了 就它识别到这些车道线 这个交通灯等等 它就不抖了 而且这里的这个技术 能规避到很多corner case 比如我前面有一个红绿灯 被一个大的货车挡住了 然后这个货车开走了 我继续看到这个红绿灯 我可以准确地定位 就是刚才那个红绿灯 或者周围的交通牌 都可以准确地定位 它就是刚才那个交通牌 它不是一个新出现的交通牌 这是因为它在这个神经网络当中 引入了时序的概念 就是若干真合成在一起 所以时间轴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讲这个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就是说空间时间的概念 引入到神经网络 整个这个主干当中 是非常非常大的创新 这也是很多公司没有做到的 所以比如说像小鹏NGP 它虽然是用视觉 做这个自动驾驶 但是它必须有一个视觉 高精地图给它做辅助 所以这种技术 跟特斯拉本质上 是有天壤之别的 那我先讲到这 给我喝口水呗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就是跟我们说的 那种技术的分析嘛 然后其实呢 如果是纯粹从效果来说 是不是比如说 我跟你也讨论过 就比如说那种很牛掰的 4D点云雷达 你那个前到位的时候 其实你的那个效果 是能做的特别好的 但是特斯拉它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用这个 这一套纯视觉的 这一套方案 能够让它 比如说它在车上的硬件 特别特别便宜 对 这样就回到 就卖出去了 对对对 没错 像现在 比如说它Model 3 Model Y热卖之后 它一个摄像头 大概就 我听 业内人士告诉我 就是70块人民币 那你一个车 里面8个摄像头 多块钱就搞定了 对的对的 就你之前其实也说过 比如说你装很多 你用那种多传感器的 融合方案 你装很多这种高新硬件 你这装的越多 你坏的几率就越大 对的 而且融合本身 是一个消耗算力的过程 融合本身 也是考验我们 这个鲁棒性 和这个冗余度的 就是它其实会增加 我们很多烦恼 我看Andre Carpass 有一次在Zoom上做分享 就是他为什么要取消 这个毫米波雷达 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他们现在的技术 完全可以取消到 毫米波雷达 因为毫米波雷达 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对金属障碍物敏感 它对移动体敏感 但是它的脚分辨率太低了 所以你看 在中国有些交通事故 都是因为这个产生的 就是如果这一个车 它在一个人形天桥下面 这个毫米波雷达 在远处的时候 它是不能分辨车 和人形天桥之间 有空隙的 因为它的脚分辨率 相对较低 或者说前面这个车 是一个大白车 它停在隔离带附近 它不动 那毫米波雷达 对于这种非移动体 它也是敏感度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Android就直接说 哎呀算了 那就不要了 我们只在这个 这个神经网络上发力吧 对然后它这样子做的 还有一个好处 你的车卖出去了 其实就可以有很多车主 免费给你跑数据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 就是蛮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像它在那个 AI day的时候 不是公布了 它整套的自动驾驶方案吗 对其实我就觉得 就是即使是有商 它有这套方案 你还是没有像 特斯拉那么多的数据 你还是没有它这种 像从视觉到 向量空间 这种完整的闭环 去给你跑数据 所以马斯克的 终极理想是 他说的叫 Foton to Control 从光子到控制 然后这个写在了 FSD的那个 Beta Release的 那个文件上面 然后大家觉得 这是个玩笑 实际上这不是个玩笑 就是因为马斯克觉得 目前的相机 是通过光子 然后到了CMOS传感器 然后再到了ISP 就是做这个图像处理 太慢了 为什么不用一个 光子的这个照相机 直接把原始的 真实世界的 这个RAWDATA 直接怼到这个 神经网络当中呢 这个就是他下一次的创新 当然这个点太 太魔幻了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出来 但我希望他能做出来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其实特斯拉 他我们都说 他视觉方案 他并不是上来 就纯是搞这种 摄像头视觉 他其实是基于 比如说 毫米波雷达的话 他都已经 就我查了一下 在2018年底的时候 他都已经 Auto Pilot数据 就积累已经到 10亿的英里了 就乘以1.6 就差不多 16亿的公里 然后在2020年初的时候 就是Android Capacity 他演讲的时候 他也公布了 就是说 就差不多两年多前的时候 就已经有30亿英里的 Auto Pilot数据 就差不多 这个48亿公里的数据 所以 他就相当于 就比如说 把这些刀枪棍棒 他都使了个遍 他其实自己也在测试那种 就是特斯拉上面顶一个大帽子 就是用那种激光雷达的方案 就相当于刀枪棍棒 他都用了一遍了 而且数据量又很 又很丰富了 所以他就逐步的就把这些开始砍 就是最终就使用他最顺手的 就可能大家看到 他现在就用一个棍子 就比如说 就用这个摄像头来去视觉方案 走这种自动驾驶 但其实是 他都已经把这些五公都练过了 然后包括打了仗 然后打架次数也很多了 就相当于数据积累的次数也很多了 所以最终选他最拿手的 他有一个训练服务器芯片 这个训练服务器叫做Dojo 就是在日文当中叫道场 这个道场实际上就是 把他之前大量的数据 比如说都标注过的 标记过的 重新再用新的神经网络训练方法 再滚一遍 所以这里面我要回到最早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个产品在北美 就是在美国非常好用 是因为美国从纽约到洛杉矶 大部分的路牌路障 还有交通参与者 都是长得很像的 他不像中国就是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的交通告示牌 路标什么都不一样 他非常像 就可以大规模的部署了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所以我相信 特斯拉如果到中国的话 他会针对不同的省份 他首先会先选择高附加值的省份 然后单独的再训练一下 再调一调 因为中国这个 比如说三大城市 东部沿海的这个北京 上海深圳 交通参与者 交通告示牌等等 甚至红绿灯的长相 都非常差异化 这个会给像特斯拉这种 纯视觉的自动驾驶 带来非常大的挑战的 所以还是要重新训练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马斯克 他是DIS那种雷达方案的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现在还是很贵 那如果有一天 雷达方案他便宜了 而且这种多传感器融合 他效果也很好的时候 特斯拉会不会 还可以加在他的这个 如果是我在今年这个阶段 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 因为 他就真的是一条路走到底 对 这个整个神经网络搭建 包括他的训练 都是针对视觉的 实际上他的这个路径 依赖也很强了 就像Waymo 是不可能转到 特斯拉这条路的 特斯拉也不可能转到 多传感融合这条路 就大家的路径依赖 非常非常强了 就可能早年 1516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硬件也不行 软件也刚起步 所以大家互相的切磋 互相尝试都可以 现在已经完全不在 一个路线上 所以我不觉得 他会再用激光雷达了 当然也只有他能这么做 今天我们这个 虽然是个聊天节目 但这里有大量的 技术的图片什么 我们会在这个视频版本 给大家都贴出来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当成一个科普的 一个视频 就是让这些小朋友 或者哪怕你是个 汽车销售人员 你听完之后 我都相信 你特斯拉会好多卖几辆 你把大卫这套 这套操作直接拿出去 我的天开玩笑吗 你不是前两天 去试驾特斯拉的时候 正好那销售 还听过我们节目吗 对的销售听过我们节目 反正那个Android Capacity 他之前那个演讲 提到一句话 我还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虽然大家就是 比如说一辆Vemo的车 一辆特斯拉的车 比如说到这个十字路口时候 他都会停下来 犹豫一会儿 然后再做出反应 但其实他们背后的 这个逻辑差别很大 就相当于Vemo 他们用这个高定地图的时候 他就相当于用多传感器融合 然后基于很多历史的数据 然后去做这种判断 然后但是像这个特斯拉的时候 他用神经网络时候 相当于他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每次遇到的都是一个新的情况 对的 就跟人走到十路口说 你要再看看车 左顾右派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 也是他们的这个差别 对的 实际上Vemo就是说 所有多传感器融合 加高定地图的方案 都有一种作弊的嫌疑 就这个地方我要先跑一遍 是的 而特斯拉这种车 是可以部署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地方的 就咱们现在说的陌生地方 是北美范围内 一个陌生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涉及到神经网络的知识 实际上就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公司的 就是特斯拉的套路 是把这个东西做得 越来越第一性 越来越像人 而Vemo的套路 是把它越来越像一个机器 像一个terminator 所以这两种方案 最后殊途同归 都能把我们 从A点带到B点 对 我看马斯克 在泰里演讲上 就说他希望 就是在今年 2022年的时候 FSD全部部署到美国的时候 他这个水平 应该比人开车的 这个事故率要低 这是他的目标 然后但是他也说 这个很可能被打脸 他说被打脸已经习惯了 有可能 对 在明年的时候 你再采访一下 看看是不是被打脸 但这是在美国的情况 但大卫你觉得 就是在中国的情况 会不会差别还是很大的 就是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这里讲两件事情 一个是交通参与者不同 一个是环境不同 就是说到底 即使环境一模一样 交通参与者的不同 也会给自动驾驶 最后的这个应用 带来巨大的差异 就好像美国和菲律宾的 政治制度几乎是一样 那菲律宾人躺着睡觉 对吧 美国人多勤劳 这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那你觉得 假如对于中国的这些 买车的消费者的话 反正我开头 我表明我的立场了 我不推荐大家现在买FSD 在中国 我一会儿录完节目 就去买车 行 我实在是喜欢这个产品了 到时候等你测FSD的时候 看看到时候 我们的反馈怎么样 我们之后的节目 可以再聊聊 对 今天就把特斯拉这个FSD 我先给大家讲到这边 但是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比如说它的自研芯片 它的训练服务器到场 等等 这个留到以后 让观众朋友们再挑 好吧 反正我们这个画匣子 有很多技术可以挑出来 我就是那个哆啦A梦 给你蹦 对 这以后可能成为 我们常规项目了 就是点大卫 大卫想听大卫讲什么 就点他 像点唱K一样 想要拿首歌 你给我唱一下 那Hydronite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对 可以的 好 那我们就到时候 看看观众的评论反馈 大小马聊科技 用独辣视角 聊科技热点 那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 柔语折叠屏要凉凉 这其实也是 就是最近 大家也应该能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柔语 就是做那个柔幸平的那家公司 最近发不出来工资了 然后而且就是 其实他上一轮融资的时候 都已经在差不多两年前了 就是其实他之前 是一个非常明星公司 就是在深圳 是吧 深创投 其实也是重金投入他 还有包括我 看了他2018年的时候 他的那个柔幸平 手机发布会 叫柔派 真的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然后真的是 把各路明星都请过来了 反正我看了有 央视主持大咖 还有这个深创投的老大 还有什么 新希望的那个老大 刘永豪 然后甚至那个凯文凯利 都把他请过来了 反正当时真的是 又有钱啊 感觉那个声势又旺 但是这也就差不多 不到四年时间吧 真的是已经是 这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有点点倍 就是咱们客观来讲 咱们 我稍后再给大家讲这个技术 一顿操作给你们 先讲他 为什么点倍 就是去年上市没成功 然后又没有办法 现在的环境去海外上市 其实对 所以其实对于这种 体量的公司来说 你的现金流不能保持充分 理想中归还是理想 我只能说他点倍 反正我感觉他不只是因为时机的问题啊 我觉得他的这个产品确实也是有自己的问题的 我其实是比较被动的尝试的用了这个柔语的手机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聊过那个Virtu吗 那个手机就巨贵嘛 聊完了以后我就买了一台那个Virtu的那个折裂屏手机 最低配的版本 最低配的折裂屏手机 不过也很贵 也几万块的 然后他有甚至卖了八万多块的 但是我是买了他那个比较便宜的一款嘛 就体验了这个Virtu手机 但做这次节目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这Virtu曾经和柔语合作过 然后呢 我又看他那个柔语的那个第二款的那个折裂屏手机柔派 他二代的时候 我看这个怎么手机布局 跟我的那个Virtu折裂屏怎么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我就具体查的这个参数 包括他的那个摄像头 几个这个三个摄像头的这个参数什么的 包括布局什么的 我发现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 就是说其实这个Virtu这个手机就是柔派的那个二代 然后但是就 对对对 我们都不说像素级致敬了 基本上就是柔语生产的 然后那个Virtu他又相当于做了一些定制化的手机壳啊 什么瓶宝啊 然后APP什么的 所以呢我就被动 卖过一个十倍 对我就被动的体验了一下他的这个柔语手机 确实也发现 就是他的这些手机还是有挺多bug问题的 然后包括我们看他的销量 柔派那个折裂屏手机销量也都不是很好 而且大家也都在那个投诉有各种什么这个黑点啊什么的 其实在讲技术之前 我想抛出来一个话题 就是柔语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一个三星这样的公司 还是做一个京东方这样的公司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就是如果我觉得他是自己做一个京东方这样的公司 就是只做供应商 可能不会像你有这样负面的反馈 因为他不会冲在前面 因为说实话对于一个手机 对于一个pad来说 他的体验不只是显示这么简单 还有他的人机交互 方方面面 但这不应该是一个像柔语这样的科技公司去操心的事情 对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就是屏幕本身 对然后我之前看新闻嘛 就是他怼了那个小米 就是说小米应该是他小米推出了一个折叠手机 后来这个柔语说 我们才是最早推出折叠手机的 实际上这在我看来是很不明智的一个一个做法 因为小米可能是你潜在最大的客户 对你把客户给怼了 看那目前柔语他是既有2B的业务 也有2C的业务 我感觉他刚开始是想做这种2B的 就供应商的 就是像京东方一样站在后台的这种公司 但是呢结果可能跟客户聊崩了 就是你看现在华米OV 其实都不用柔语的这个柔性屏嘛 对吧折叠屏 都是自己的搞这个折叠屏手机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 2019年就是柔语的高管嘛 先是副总裁站出来 怼了一波小米 然后后来他的这个创始人老大 也开始出来就叫刘自宏嘛 他也开始怼了一波小米 我感觉就是反正也都谈崩了 那你又这个又说自己是第一台柔性屏嘛 对吧那就开怼嘛 对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怼的这个 无论是措辞啊 还是就是这个态度啊 都感觉不是像一个很那个很大气的 对很大气格局很高的一个公司 就比如说那个他们的那个副总裁 樊俊超英文明Jason 他的这个原话就是说 谁要不服就把产品拿出来卖 少瞎逼逼 不要在国际上像个缩头乌龟 而只会在国内炒概念 一乱混淆视听 这样感觉真的很low 但是他说人家小米low嘛 对不对 但是他自己这个用词 人家小米在国际上不是缩头乌龟啊 对反正他自己这个措辞 其实也感觉挺low的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啊 我也大概研究了一下 这个折叠屏的这个行业市场情况 其实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 折叠屏这个市场还是涨得很快的 但是这个出货量的时候 我们看其实三星的折叠屏 在全球还是遥遥领先的 占到83.5%的这个市场份额 其次呢就是华为9.4% 然后小米呢是排第三 2.5% 但其实已经虽然是第三啊 但是已经相比第一第二差很多了 那个而且小米出完那个折叠屏以后 其实大家的反响也不是很好 就是吐槽他也挺多的 然后呢柔语那之前的手机更不行了 你有点感觉这种菜鸡互拙的这种感觉 但其实 但其实人家那个三星 还有华为的那个折叠屏 做的是很好的 所以确实感觉吧 这个感觉柔语吧 G2B跟这些华米欧威都撕逼了 然后另外他自己的那个产品出来了 两代的手机反响又不好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只是实际问题 也是他自己的产品的问题 对我给我的感觉就是柔语有点像本来帮人家写歌的 在幕后写歌的 然后后来就跟歌星跟明星都闹崩了 然后就自己走到台前去唱 自己唱 然后发现 嗓子还不太好 嗓子还不太好 发现真不容易啊 说到技术 这个他确实有他的创新点 让我还是觉得眼前一亮的 这个而且他也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公司 就像特斯拉那样不走寻常路 因为实际上他的整个技术路线和目前三星 京东方啊什么维信诺这些公司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个点呢 就是也可能导致他一直在这个理论上做实践 这个出货量不大 包括量产能力上有问题 导致最后这些事情发生的 对就是这里我也想就是补充一个小故事 如果你的那个技术是跟主流不一样的话 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就是我爸爸在十年前也投 就是也投资过一个柔信平的技术的公司 那时候应该是他当时个人最大的一笔 就是技术的投资 是一个硅谷的创业项目 当时也是非常被看好的 那时的手机屏幕基本有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主流的那种电容式的 然后现在的那些折叠屏 其实就是电容式的 它的特点就是是玻璃的 所以亮度很好 而且大家都用惯了 然后我爸爸当时投的那家公司 他们的屏幕是电阻式的 不是电容式的 所以它缺点就是没有亮度 没有电容式那么鲜艳 而且不是当时大家用惯了那种玻璃状的 更薄 所以大家一下子要接受这个新的东西 要花一点时间 但它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这种电阻式的柔信平 它能够在所有角度都被折叠起来 所以它跟那个电容式的比 就有点像你的那个行李箱 和你衣服的那个区别 你的行李箱就是咔一下 只能就是折叠一下 我们现在折叠屏也是吗 就只能折叠那么一处 但是如果是你像衣服那样 你是那个电阻式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多重折叠 最后那个屏幕能被折叠的特别小 实际上历史上这个技术 先进的技术被主流技术所淘汰也很多 像什么VMAX跟5G之争 就被5G淘汰了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工程上的出发路径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供应商 整个产业链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突然跳出来 从材料到理论全是新的 有的时候 哎呀 生不逢时吧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本来我爸爸投资这个项目的技术优势呢 就是在车载的屏幕上面 当时是不能用很大的电容屏 因为我们那些燃油车 它发动机点火的时候 会对这个电容屏造成很大的干扰 所以它就只能用一个小小的屏幕 那当时他们那个团队就觉得 哎那我这个电阻屏就可以让这个屏幕更薄更大 因为不会像电容屏那样受干扰 结果很不巧的就是电动车起来了 它电动车不需要点火 就没有这个被干扰的问题 所以就是企业大家都在向 车企都在向电动化转型 就更没有必要买你一个新的 其实就是在解决一个旧问题的技术 对 所以 对 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特别好 他评论柔语的那个柔派手机嘛 他就说个人感觉光凭屏幕技术 去打手机市场有点蛇吞相 就是其实就感觉折叠屏啊 他就只是手机里头的一个这个 就有点像高刷一样 对吧 一个亮点吧 也这个我们高情商说法的亮点嘛 他确实折叠屏有自己独特体验 但他也只是其中手机的一个环节嘛 对吧 就像那个120赫兹的高刷屏一样 我觉得啊 那你要只是主打这种屏幕能折叠的话 他确实还不够完善 呃 那你们觉得就之后柔语科技他会怎么样啊 就包括他的这个读懂就叫刘淑薇嘛 其实也是在个人公众号一直在呼吁政府啊 还有意思就是说那个柔语 其实还是有这种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能力啊 大家快来救救他们呀 对吧 其实像政府就企业这个事情 我们之前也也都遇到过 就比较好的案例就是合肥去修那个未来嘛 但是也有不好的案例 就是比如说成都去救那个锤子嘛 但是也没有弄起来 实际上这里面的点在于汽车产业 他是一个终端消费品 他能拉动很多上游 没错 而屏幕是个上游公司 他怎么拉动他的上游 他的上游就很少了 而且他不是个终端消费品 如果你说是一个深圳的知名手机厂 那可能政府还真的会出手 因为他带动了从电池到摄像头到屏幕等等相关的 但他就是一个屏幕 所以对吧 我把话说到这大家自己做判断呗 这个这点确实有道理 就像那个上海引特斯拉的话 肯定不只是引他一个品牌嘛 就是要整个上游供应链都给他带起来 对他不会引一个什么米其林轮胎对吧 一个轮胎他不能产生太大火花 但他引进了一个主机厂了 这个是两件事情 对而且这种一个点的这种创新 其实那个风头一过了 就很难再翻身了 对的 而他这个技术叫超低温非硅制 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技术点 一个是超低温 一个是非硅制 所以这个实际上 我今天就不把它展开讲那么深了 他其实主要是在材料选型上面 有他的创新 还有他的制备工艺上面 就是他这些材料之间的粘合 包括他硬力硬变 是比LED的 就像索尼三星这些做的要好的 他自己说他可卷去200万次 但是我不知道这200万次 是量产产品 还是实验室级的产品 拿去做的检测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 反正我看刘淑卑那个文章 他就说了一些 比如数据 他就说什么深圳市政府 还请各个专家去对柔语的考核 说他的头片量产率达到81.6% 就是相当于生产出来的量品率比较高 然后另外就说这个抛出结论 就是说要拯救柔语 保持我国在柔性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说的都还挺大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 也是我之前提到了 就是他的这项技术没有被这些 对没有被这些哪怕友商 或者是他的这些 那个下游的这些手机厂商去用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到底好不好 其实他不只是看这个 比如说量品率啊或者什么的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最熟悉的人 肯定是冲在最一线的嘛 就这些真正做折裂屏手机的人 那他们都没有对这个柔语 这项技术很认可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只是手机生产商 对吧 新势力也为什么不用他的这个柔性屏 在车内做智能座舱的 其实在珠三角找到100个下游公司 一点都不难 其实本来车内的这些柔性 或者是有点曲面屏 就比如我们之前聊过凯拉克那个Lyric 包括那个Taycan 其实都是那种曲面的吧 还有就是那个EQS 正常情况下 而且车企还有钱 对车企还有钱 目前柔语我是没看到 他接到一个车企的这个 车机的这些用户订单的话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 相当于在这个比较新兴行业 其实已经好几年了 都没有接到一个订单的话 那只是接到Virtu这种订单的话 其实是养不活的 只能你养他了 那我其实就帮大家踩坑 然后为做节目 节目效果 每期节目我们都会抽取一个评论 送上大小马神秘礼包一份 这次抽中的是柏林2 他说关于4680能量密度5倍 这个地方的表述是错的 另外4680的乌吉尔设计 也没讲明白 并不仅仅是充放电效率的问题 请重视 感谢你的评论 也欢迎大家多多指证 和给我们评论反馈 没准下一个获奖的就是你 好的我们接着聊第三个话题 瑞幸债务重组 起死回生 其实我们选这个瑞幸话题 也是有我自己的一点小私心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在那个 我在B站的视频播放量最高的 就是聊瑞幸的 就是靠瑞幸起家的 你就靠瑞幸起家的 争议非常大 原因就是我在差不多 这个2020年1月份的时候 做了一集瑞幸 那当时瑞幸是非常火热的 就是各种店开的又多 而且我当时那集 主要是分析它的各种商业模式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结果呢 就之后的几个月 先是浑水做空 然后后来就是瑞幸爆雷 就是财务造假 结果大家就很嗨了 网友喜欢看这种打脸的 开始在我的视频里 各种留言说 就会看到小白你被打脸了 然后你上次有没有写说 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建议这个肯定是 大家默认都知道 对吧 反正我还压自嘴硬 我还后来做了一个评论之顶 反正肯定是它财务造假 或者浑水做空这件事情 都是不好的 但是我其实还是坚持认为 就是瑞幸的 它的这个商业模式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哪怕瑞幸不行了 大家就是致敬它的这个商业模式 去模仿的话 它还是会有公司 按照它的这个商业模式 去起来的 原因也比较简单 就是我觉得瑞幸 它的这个商业模式 确实弥补了这个 就星巴克在中国 做的不够好的一些点吧 就比如说 就咖啡这个品类 那星巴克都是卖30多块钱 那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大批人 就是咖啡的爱好者吧 它是能接受 比如说在15到20块钱左右 这个价位的咖啡的话 而且它不需要在那个 星巴克店里头 那么长时间做嘛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这个关于外卖咖啡嘛 其实你的20块钱左右 你能送到你家的话 然后还是能提供很 它独特的价值的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瑞幸很重要一点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APP 然后它出的一些 这两年它翻身 其实也是靠一些它 做那个新品的能力嘛 就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它的这个后乳系列 还有什么这个生烟拿铁嘛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瑞幸也是 让咖啡走进了 23456线城市 这个是星巴克没有做的 其实让很多人知道 就咖啡星巴克 不只是一个用来装逼的嘛 就是用来那个拍照的嘛 其实真正还是有一些 你只要价格压下来一些 然后方便一些 然后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一些 还是能培养大家 喝咖啡的习惯 这个我觉得是 星巴克实际上 现在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 你像这个精品咖啡 就像阿拉比卡呀 还有国内的这个什么 Manner 还有Amstern 这个对它在 在手冲和精品咖啡市场的 冲击力是很高的 对 所以大家不会想到说 其实你看咱们喝咖啡这么多 好喝这两个字 跟星巴克有关系吗 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 对吧 关系不大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还就是挺惊喜的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像在一线城市 有特别多的 那种不是连锁的 但是特别精美的咖啡店 我觉得这个就跟我在欧洲看到的是很像的 其实欧洲的人大部分 他是不会去星巴克买咖啡的 星巴克去意大利绝对死 对 他就是去当地的一些 就无论是装修啊 还是那个咖啡的味道 都很特别的地方 现在我们在中国也见到了这样的店 对 是的 然后我们 我去年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在大雪路附近 我常去的一家咖啡就叫 Corner Coffee 应该就街角咖啡嘛 就旁边也有瑞幸啊 有各种那种连锁的星巴克什么 但是我还是喜欢去 他那个精品咖啡 那个是咖啡确实好喝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其实星巴克的这个咖啡 你说好喝 基本上关系 跟好喝两个 但是没什么关系 说实话真没什么关系 它就是方便 就是在各大商圈 它的流量入口肯定是星巴克 我前两天跟我们公司同事去出差 然后呢 找星巴克问一个大娘 大娘估计没听懂 我们在说什么 然后就说星巴克 它指二楼 我就跟我同事说 我说怎么可能星巴克在二楼 它一定是这个地方流量的入口 一定是这个大楼的门口 反而从这个角度 但你看瑞幸的这个 它这个选址 它都选到这个写字楼的大堂里面 也挺会找的 对对对 然后它都是那种小门店 然后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在2021年底 就是它的那个年报的数据 它其实门店已经达到6024家了 就其中的自营门店是4000多 联营是1600多 然后它6024家这个数据 其实已经超过星巴克 在中国门店的数据 5557家了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而且我看了它这个开店的趋势 就是它在爆雷的时候 就是在2020年二季度的时候 它这个开始门店下降 就从5000家跌到了4800多家 然后它在2021年初 又开始它的扩张路伐了 就相当于 这个从去年开始 它的这个门店数就在一直增长 而且呢 它的这个就相当于亏损 也大幅度减少 其实是相对来说 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正向循环的一个过程了 所以可以说这个瑞幸已经缓过劲了 而且还是一个挺挺优质的资产 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你说起开新门店 其实咖啡店还有一个挺重要的 就是说你开新门店之后 一年后的那个存活率 之前瑞幸的那个存活率是比较低的 它2019年一年后的存活率 新店存活率只有63% 然后在2021年 这个数据也是大大的提升 现在到了93% 所以就是证明他们在选址 在运营上面也是有了提升 对包括它的那个营销费用 其实减少非常明显 我看2019年它这个营销开支是8.1个亿 然后到2020年就已经砍了一半 就是差不多一半 4.6个亿 然后在2021年就是3.3个亿 店越多 这个营销费用越少 其实这个进入一个比较良性循环 还有我觉得它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它其实带动了一波这种 这个新品的风潮 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 它有各种的什么耶云拿铁 包括最近我看它还跟那个耶树 就是做的那个耶云拿铁 广告界的Gangster 这个这个 我从小喝到大 我的天我看完这个标签 我真的人都不行了 对 然后我看它说这个新品研发中心 有60多名员工 然后累计退出了有113款的这个新品的SQ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我感觉这60多个员工天天就在那喝 搞什么什么搭 比较好喝 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而且它其实这个呃整个的那个研发逻辑 其实你们觉得觉得其实它是想研造出那种咖啡味的奶茶 嗯对那种感觉就让我感觉有点像就保时捷造电动车 其实它是想造一辆燃油车味的电动车 嗯对对对就有点带咖啡因的这种美味饮品啊对吧 什么椰汁啊什么这个奶茶呀什么的 对它它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你看奶茶店和咖啡店的区别 其实奶茶店呢是反而是在啊那种234线城市 嗯人头拥有的奶茶店是更多的 对一线城市 对是呃像咖啡店的话 如果它能做成奶茶味也更好让它打下诚 对对它比较好破圈嘛 对就而且对于那些之前不太喝咖啡的人来说的话 就相当于有点像有点咖啡味的奶茶嘛 这这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拖圈的手段 嗯其实它之前也开发一些就是呃吃的东西 就像面包啊什么这些 没啥竞争力的 对但这个不好吃 我们中国好吃的面包那么多 说实话不太挺 那个它的那些就配咖啡的那些吃的就很一般嘛 啊那它现在主要还是靠那种呃饮品去去拖圈 这个呃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包括它还带起了一些风潮 比如说它那个生烟拿铁火了 其他的各个品牌都开始做自己的那个生烟拿铁嘛 嗯哎大卫我听说你其实也认识之前那个锐姓创始人陆正耀嘛 现在已经被踢出去 我看开始开面馆了是吧 你能不能给我们爆料点他的比较独家的信息 我还等着找陆总拉投资呢 但是言而总之其实他们这个团队挺逗的 就是从神州系出来 然后瑞信啊舌尖 其实大部分是一拨人 就是如果你看瑞信的人 其实跟神州有着就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关系 百分之九十五是有的 然后舌尖跟瑞信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只能说这个陆总这个人中龙凤 一个商业模式汤出来之后 每一个都能复制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租车行业也好 专车行业也好 包括咖啡 他其实都是把这个最大的资产的 留给了要做这件事情的人 而不是集团公司本身 就比如说瑞信咖啡 跟专车司机 他的最大相同点在于 他都是要自己拿着钱 相当于说买了整个这个设备 然后当店长也好 当司机也好 然后靠分子钱去还 所以最大的资产已经剥离出公司的表了 而不是像星巴克那样就说所有的店 都是我美国公司驻华 直营 那这是个超级重资产 是这点也提醒我了 我看瑞信的财报 他其实自己的那个门店是分为 这个self operated store 就是他自营的门店 还有就是partnership store 就是其实他这两年 就尤其他去年时候增长 最快的不是他的那个自营门店 而是他那种就是合作门店 确实有相当于刚开始 我觉得他的路径可能是刚开始先通过自营门店把这趟水 这个就是汤明白了嘛 然后路打清楚了之后 开始资产越来越轻了 而且而且他的这个加盟店是不用钱的 对 所以这个就让他增长会很快 你就普通的那些美甲店 你想加盟一下还要钱呢 对你说多少人有一个当老板的梦想 对但是你但是你那个成本是很高的 你自己要租金啊什么设备啊 就不用交什么那种品牌收强费什么保证金什么的 对对对对就刚开始的那个冷启动 冷启动的门槛低一些 对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 欢迎跟我们评论留言 顺便点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